话说信阳府有一个马园外 马园外开始给人家当伙计 二十岁开始自己创业 如今已经五十多岁了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但也是小康之家 马园外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十八岁 名叫马兰花 整日躲在闺房里没脸见人 并不是她做了什么丢脸的事情 而是她的脸让人不敢直视 大人孩子见了都要躲着 还经常被家里人嫌弃 被外人嘲讽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马兰花是马园外的发妻李氏所生 李氏娘家是普通的装护人家 但养出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十人见了十人夸 那时候的马园外只是一个小伙计 一次去乡下收茶 看见了采茶姑娘李茶花 就被她的美貌吸引了 后来她再去收茶 就会给李茶花带去一些小礼物 比如投花 胭脂水粉等 李茶花也爱慕这个勤劳能干的小伙子 二人郎情惬意就私定了终身 后来李茶花就与马园外成亲了 成亲后 马园外为了让妻子过上好日子 就自己开了一家茶叶铺子 日子也越过越好 一年后 李氏顺利生下了他们爱情的结晶 取名马园花 就是希望女儿如兰花一样 高雅圣洁 贤良淑德 马园花从小就是一个美人披子 生得唇红齿白 冰青玉洁 十六岁的时候 就被誉为信仰府第一大美女 马园花真的如兰花一样 清心脱俗 贤良淑德 她性格温柔 心地善良 喜欢助人为乐 马园外夫妇对这个女儿疼爱有加 不出意外的话 她会嫁给城里大户王百万家的儿子王大壮 过着相夫教子的幸福生活 可一件事情的发生 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故事还要追溯到三年前的那个春天 马园花与妹妹马玉莲 一起去郊外玩耍 这里解释一下 马玉莲是马园外的小妾王室所生 她比马园花小一岁 当时姐妹俩的关系还算融洽 二人在小溪边嬉嬉打闹 好不快活 正玩着 突然就看见远处的宅院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光冲天 马园花顾不得多想 就对妹妹说道 你在这等着 我过去看看 说着直奔宅子而去 她不顾一切的冲进院子里 从里面背出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男孩子 自己身上的衣服却被大火点燃了 她害怕极了 就拼命地朝河里跑去 但还是来不及了 她的全身都被烧得惨不忍睹 父亲把她弄回家去 请来郎中给她治伤 因为烧得实在是太严重 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好地方 郎中也无能为力 只是开了一些基础药 马园花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年才能下床 可她已经不是以前的她的 信阳城第一美女 变成了信阳城第一丑女 这对一个花季的女孩来说 是致命的打击 王家见马兰花的伤好不了了 就把亲事退了 马家为了靠住王家这棵大树 转头把马玉莲许配给了王大壮 马兰花被大火烧得不成样子 王家退亲也在她的预料之中 她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因此也坦然地接受了 马玉莲之前与马兰花的关系还可以 自从马兰花出世之后 她就开始嫌弃马兰花 时常在她面前说一些风凉话 展示自己的优越感 刘氏也对马兰花冷嘲热讽 说她多管闲事 如今变成这个样子也是自找的 还说她丢马家的脸 如今的马兰花如行尸走肉 心如死灰 面对刘氏母女的侮辱 她没有任何反应 李氏见女儿忍受如此大的折磨 还要受到别人的无情嘲讽 她心中就万分愤怒 当马氏母女再次羞辱马兰花的时候 李氏忍无可忍就与二人吵了起来 李氏本来性格柔弱 刘氏母女却是强势的性格 而且伶牙利齿 她根本不是二人的对手 吵不过她就气得嚎啕大哭 马兰花见母亲为了自己受委屈 就出来与刘氏母女大闹一场 等马园外从外面回来 马玉莲就给她告状 说李氏母女太霸道 欺负她和母亲 还哭得离花待遇 好像真的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其实 谁对谁错 马园外心里最清楚 但她还是选择相信了马玉莲的话 把李氏母女教训一顿 李氏见丈夫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他们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夫妻情分 她的心都伤透了 整日的抑郁寡欢 很快就病倒了 李氏的病很严重 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没过几天就离开了人世 李氏走后 刘氏母女对马兰花更是变本加厉的伤害 马园外却装作没看见 母亲走了 以前疼爱她的父亲也不复存在了 马兰花伤心欲绝 躲在房里偷偷哭泣 刘氏听见就大骂道 你这个丧门星 又哭丧呢 这个家早晚会被你哭拜的 要哭就滚出去哭去 与你那娘一个样 没本事就知道哭 烦死了 本来我的心情美美搭 被你这一哭就不好了 你能不能让人清静一会儿啊 马玉莲大声喊道 马兰花知道 如今自己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们是容不下他的 既然这样 他何必还要待在这里呢 夜里 他收拾了一个包袱 就悄悄地走了 他来到城外的一个破庙里 住了下来 次日他就用布蒙着脸 准备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去 可走到半路上却被人认了出来 信仰府第一大美女 如今成了最丑的女人 众人都纷纷为官 有几个小混混 竟然把马兰花脸上的布扯了下来 众人看了倒吸一口凉气 孩子们见了哇哇大哭 马兰花 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哎 真是可惜啊 那王家公子也不要你了 如今成了你的妹夫 这就是肥水不留外人田呀 说话的男子 是城里一个杂货铺的老板 他爱慕马兰花的美貌 提亲被拒绝后就怀恨在心 如今看到马兰花的样子 就忍不住嘲讽几句 有人说道 为了救人变成这个样子真是不值 被救的那个人也太忘恩负义了 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救跑了 哎 好好的一个女子变成了这个样子 也真是太可怜了 与此同时 刘氏母女发现马兰花不见了 心情特别的好 马玉莲说道 她走了 咱们也清静了 她在家里 我的心情就像是吃了一只苍蝇一样难受 家里有这样一个人 一家人都跟着倒霉 走了好 以后咱们家会越来越好的 你父亲的生意也会蒸蒸日上 马园外听见刘氏母女的议论 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面无表情地坐在堂屋里 说道 走就走吧 眼不见心不烦 刘氏母女听了非常高兴 就在这时 有人来到马家 说道 马小姐在城里被人围观 戏弄 你们赶紧把她接回来吧 我家老爷在那里等着呢 来人是城里温先生的小厮 温先生家世代为官 他本人也是一品大员 一年前辞官回乡了 有很高的威望 全城的名门贵族 对他都是敬重三分 马园外也不敢不给他面子 听小厮这么说 刘氏母女就不高兴了 刘氏说道 温先生都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还这么喜欢多管闲事 他要是可怜她 把她带回家得了 马玉莲愤愤愤说道 马园外瞪了二人一眼 就心不甘情不愿的跟着那个小厮去了 他看到众人都在围观马兰花 而温先生正在驱赶围观的人群 赶紧挤进去给温先生做衣 说道 多谢温先生给我烧信 这孩子是夜里跑出来的 我们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 居然跑到这里来了 说着拉起马兰花就走 马兰花使劲地甩开他的手 说道 不要管我 你们不是巴不得我走吗 干嘛还要这样假惺惺的来找我 我走了 你们的日子会更舒心 更逍遥自在 在大庭广众之下 还当着温先生的面 马兰花说出这样的话 让马园外觉得很没有面子 心中气得不行 但他此刻不能发作 只能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好言劝说马兰花 你这孩子 脑子也被烧坏了吗 你是我女儿 我疼爱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巴不得让你走呢 走 跟我回去 马兰花蹲在地上不走 温先生说道 孩子 回去吧 你一个女子能走到哪里去呢 他又对马园外说道 人在做天在看 做人做事不能太绝 马园外赶紧挤出一丝笑意说道 温先生说的是 马兰花根本不是马园外的对手 就被他生拉硬拽回家去了 刘氏母女见马园外 把马兰花找了回来 又是一顿指桑骂怀 冷嘲热讽 晚上睡觉的时候 刘氏就对丈夫说道 那个姓温的算哪根葱 你干嘛要听他的 好不容易走了 你又把他带回来 我真是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马园外愁眉不展 说道 温先生在城里的威信很高 城里的达官贵人都对他敬重三分 不给他面子就等于找死 若他把这事说出去 咱们就成了无情无义之人 谁还与咱做生意 刘氏说道 他就是一一老卖老 没你说的那么厉害 马兰花把马家的脸都丢尽了 我们出去总是被人指指点点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 马园外说道 他如今这个样子 嫁也嫁不出去 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刘氏的小眼珠子转了一会儿 说道 为了咱家不再被人指指点点 我有一个办法 马园外听了刘氏所谓的办法 立刻摇头反对 毕竟虎毒不食子 马兰花也曾经是他的掌上明珠 要做出那样的事情他下不了手 刘氏说道 要是不行 就把他嫁到乡下去 那些娶不上媳妇的肯定会要他 给他二两银子就更好办了 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刘氏说道 这是你就不用管了 我自有办法 次日 刘氏就开始忙碌起来 天天早出晚归 过了几日 就对马园外说道 好了 今晚三更有人来把他带走 傍晚时候 突然有人敲响了马家的大门 刘氏打开门一看 外面站着一个年轻男子 男子长得一表人才 肩上背个药箱子 应该是个郎忠 年轻男子说道 夫人好 我是一个郎忠 今天出诊给人看病 因为路程太远 天黑了还没返回到家中 我想在贵府借宿一晚 不知道方不方便 刘氏有些犹豫 正要赶那个郎忠走 马玉莲却走了出来 看见了英俊帅气的郎忠 眼睛就有些发直 说道 你是郎忠 男子说道 小生在外地学医 几天前才回来 马玉莲心想 怎么会有如此帅气的郎忠 他对刘氏说道 让他住下吧 出门在外也不容易 刘氏瞪了马玉莲一眼 马玉莲娇嘀嘀嘀地说道 我这几天肚子有些不舒服 正好让他给我把把脉 说着就拉郎忠进了屋子 刘氏没办法 只得同意 如今马兰花被刘氏他们 赶到了后院的柴房里睡觉 他的闺房就空着了 马玉莲就带郎忠 来到马兰花的闺房 说让他住在里面 你叫什么名字 马玉莲问道 郎忠说 小生名叫夏生阳 夏生阳 这个名字很特别啊 刘氏知道女儿随自己 看见帅哥就迈不开腿 如今他已经与王家定亲了 刘氏见女儿迟迟不出来 就怕出事 赶紧去把马玉莲拉了出来 低声说道 今天家里有大事 就不应该把他留在家里 马玉莲说道 他不像坏人 再说了 今晚上的事情发生在后院 他在这里听不到的 你就放心吧 这个死丫头 今天晚上居然不吃不喝 难道他发现什么了 刘氏担心的说道 娘就放心吧 他今天是插翅难逃 母女二人聊了一会儿 就个字回了房间 再说马兰花 他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总是觉得有事情要发生 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夜已经深了 到处都是静悄悄的 突然 他听见有人敲门 马兰花心头一紧 就坐了起来 小姐 请打开门 我是来救你的 马兰花以为是刘氏的计谋 就说道 刘氏让你来害我的吧 小姐 刘氏他们要害你 所以我才来救你的 快把门打开 不然就来不及了 外面的男子声音很是焦急 马兰花犹豫了一下才打开门 天太黑 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模样 只能听到声音 马兰花感觉到对方是个年轻男子 问道 你到底是谁 为啥要救我 男子说道 小姐请相信我 我不是坏人 快跟我走 他把马兰花拦腰抱起 关好门一跃而起 就飞到了院墙上 然后从院墙上跳了下去 就拉着马兰花 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 三更已到 刘氏悄悄起床 然后打开后门 就进来几个黑衣男子 刘氏低声说道 你们撞开门 他就在屋里 把他弄得越远越好 事成之后 来找我领剩下的钱 说完就匆匆回房间去了 几个黑衣人踹开门 到床上一摸却没有人 有人就抹黑点亮了屋里的蜡烛 床上果然是空空如也 一个男子看着一个粗壮男子说道 大哥 他肯定是逃了 怎么办 追不追 粗壮男子看看外面说道 傻呀 他们不是希望马兰花消失了 如今不是已经消失了吗 我们也省事了 过几天来领钱 走 还是大哥聪明 几人就匆匆地离开了 四日一早 马玉莲就去敲郎中的门 敲了一会没人应答 他就推门进去了 看到房间里的人已经走了 桌子上留下一张纸条 说谢谢他们的留宿 几天之后 刘氏来到城里的一家茶楼 在一个包间里见到了一个男子 刘氏赶紧问道 一切都办妥了 男子说道 从此事上没有马玉兰 你有证据吗 如何让我相信你说的话 男子从背上取下一个包袱 包袱里有一个圆圆的东西 说道 马夫人要是不信 可以检查一下 说着就要解开包袱 刘氏额头冒汗 赶紧制止 说道 不用了 他把一包银子给了那个男子 就匆匆离开了 处理了马兰花 刘氏心中很是畅快 心想以后 这家里的财产都是自己女儿的 而马园外只知道 刘氏把马兰花架到了外地的乡下 并不知道刘氏母女的阴谋 再说郎中带着马兰花来到一处青山绿水 原物缭绕之地 原物之中有两间木房子 还有亭台楼阁 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马兰花怕下着郎中 就用布蒙住脸 直到现在 他还不知道郎中的真实身份 也不知道他为何要带自己来到这里 不过他并不害怕 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郎中把他带到一间木屋子里 说道 妮娘要害你 马兰花听了她的话很震惊 问她怎么知道的 为何要救自己 郎中说道 三年前 信阳城郊的一处大宅子里失火 我一家人都死于非命 我却被一个少女背出了火海 可少女身上被火点燃了 我被一个过路的老者所救 老者是个世外高人 不但治好我的伤 还叫我学习医术和武功 为了给家人报仇 为了报答那个少女的救命之恩 我勤学苦练 三年时间就学得了 独一无二的医术和盖世的武功 于是就回到了信阳府 秘密调查当年家人被害的真相 以及少女的下落 后来我得知 就我的那个少女叫马兰花 是信阳府的第一大美人 如今却成了第一丑女 马兰花听着郎中的话 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泪水喷涌而出 郎中赶紧拿出手绢给她擦泪 继续说道 我打听到你的下落之后 就扮成一个郎中 准备上门给你智商 当我走到一处胡同的时候 听见几个人正在密谋 他们被你姨娘收买 准备在三更的时候把你弄走 然后弄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杀害 我就假装借宿 在你家住下了 三更天之前敲开你的房门 把你带了出来 马兰花想到这三年来遭受的种种磨难 想到母亲被姨娘他们活活气死 她悲痛语绝 痛哭失声 郎中把她揽在怀里 说道 我会把你身上的伤治好 然后为你报仇 为我的家人报仇 原来 男子叫陈明泽 是信仰府陈元瓦家的独生子 三年前 有几个蒙面人来到陈家 杀死了他家中老老少少几十口 然后就放了一把火 陈明泽只是受伤了 并没有死 多亏马兰花把他背了出来 要不也被烧成了灰烬 马兰花说道 我身上的伤太严重了 已经治不好了 你就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赶紧回去给你的家人报仇吧 陈明泽眼圈泛红 说道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不过你放心 不出一个月 你身上的伤就会消失 变回原来的样子 你依然是信仰府第一美女 请你相信我 马兰花见他这样说 内心也燃起了希望 不过他还是半信半疑 说道 你说的是真的吗 陈明泽点点头 说道 只要你好好配合 一个月之内 你的皮肤就能恢复得光滑如初 二人安顿好之后 陈明泽就拿出一个药箱子 从箱子里拿出很多黄色的药膏 说道 这些药膏是从草药中提炼出来的 我要把药膏抹在你身上 马兰花感觉脸上热啦啦 他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想到这些药膏能治好身上的伤 就说道 我怕吓着你 还是我自己来吧 陈明泽说道 怎么会呢 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姑娘 在他的鼓励下 马兰花终于战胜了自己 让陈明泽为他抹药 陈明泽把黄色的药膏 抹遍了他的全身 然后又用干净的白布 把它裹起来 每天 陈明泽都会采摘野果子 和鲜花给他吃 早上的时候采集露水给他喝 白天把他抱到外面晒太阳 给他讲小时候的事情 马兰花被陈明泽 这样精心的照顾着 他觉得此时自己 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这让他想到 小时候和父母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忍不住就泪流满面 陈明泽见他哭 就会一只手紧握着他的手 另一只手为他擦去眼泪 温柔说道 一切苦难都将过去 我会让你成为世上 人人羡慕的女子 眨眼半个月过去了 陈明泽就把马兰花 身上包裹的白布解下来 他身上的伤疤几乎看不见了 马兰花看到自己的变化 喜极而泣 陈明泽抱起他 把他放进附近的小溪里洗澡 洗去他身上的药粉 然后给他穿好衣服 之后的十来天里 每天清早 陈明泽都会把他抱到草地上 用露水给他擦拭全身 放完又把他抱到小溪里 给他洗澡 一天早晨 陈明泽把马兰花抱到小溪边 说道 你看看溪水里的人是谁 马兰花朝水里看去 就看到一张美若天仙的面孔 他乌发如铺 皮肤白皙光滑 美媚流转 唇红齿白 比三年前不知道要漂亮多少倍 他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赶紧去摸自己的脸 果然光滑的如包了壳的鸡蛋 奇迹终于发生了 马兰花竟然激动地哭了起来 陈明泽紧紧紧地把他揽在怀里 眼圈泛红 说道 你是世上最美的女子 我也要让你成为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马兰花把头埋在他怀里 哭得稀里哗啦 马兰花的伤好了之后 陈明泽就带着他回到了信仰府 陈明泽在一家客栈里住下 而让马兰花回家去了 其实他一直在暗地里保护他 至于为啥让他回家 当然是有原因的 马园外和刘氏母女正在吃饭 听见有人敲门刘氏就起身去开门 当大门打开的一刹那差一点下滩 他后退几步 两腿发软 瘫坐在地上 惊恐地喊道 你是人是鬼 马园外和马玉莲听到声音 赶紧跑到院子里 就看见刘氏瘫坐在地上 儿院里站着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 这女子看起来有些面熟 当二人走近看清时 脸色也变得苍白 好像白天见了鬼一样 马兰花说道 才一个月不见 你们都不认识我了 还真是贵人多旺事啊 兰花 你 你的脸 马园外瞪大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 面前的女子就是马兰花 如今的她比没有被烧之前 还要漂亮百倍 马玉莲背下的面如土色 额头直冒汗 母亲不是说马兰花死了吗 如今怎么又回来了 而且还变成了一个绝世美人 马园外见女儿变得如此美艳 她心中纳闷 但还是说道 回来就好 赶紧进屋去吧 刘氏却说道 她不是兰花 她是冒牌货 马玉莲也说道 马兰花已经变成丑八怪了 她不可能变成这样 她肯定是冒牌货 赶紧把她赶走 马兰花说道 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 我为啥没有死 还变得如此漂亮 别着急 你们会知道的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说着就会到了自己的卧房 气得刘氏母女半天憋不出一句话 再说陈明泽住在客栈里 除了吃饭睡觉外 好像没有其他事情 一日半夜 突然就有两个黑衣人 溜进她所在的客栈 然后悄悄溜到她住的房间门口 猛的就踹开了房门 他们拿出尖刀 猛的朝床上的人刺去 就在这时 二人被人从身后踹倒在地 他们痛得呲牙咧嘴 站起身朝那人进攻 那人却一跃而起 两只脚使劲地踢在二人的胸口 二人口中就喷出了一股鲜血 他们恼羞成怒 就要进行反击 外面却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 接着就有几个拿着火把的带刀撞汉进来了 二人一看床上根本没有人 刚才与他们对打的就是陈明泽 就大惊失色 他们两个根本不是陈明泽的对手 此刻已经受了内伤 如今又来了几个人 二人一看就想开溜 却被几人抓住了 这时 温先生就带着人赶了过来 他跪在陈明泽面前说道 老陈参加太子殿下 原来陈明泽是前朝太子 当年宫中有人造反 为了保护太子 大臣陈忠良宇温先生理应外合 把太子报了出来 陈忠良隐姓埋名在信仰府坐起了陈元外 把太子当成自己的儿子养 先皇被堂弟诸军人杀害 诸军人就登基做了皇帝 这些年 他一直在寻找前朝太子 要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 三年前 他们查到陈明泽 就是流落在外的前朝太子 就派杀手杀死了陈家所有人 然后一把火烧了宅子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陈明泽居然没有死 温先生是前朝重臣 为了完成先帝遗愿 他在宫中忍辱负重 假装迎合 私下里却团结前朝重臣 招兵买马 为的就是有招一日一雪前耻 把皇位夺回来 交给太子 温先生听说陈家被灭门 他还听说马兰花 从陈家救出了陈明泽 他就知道不能再等了 到了夺回皇位的时候了 于是就辞官回乡 全身心地投入到 光复皇室的准备当中 其实就走陈明泽的老者 也是前朝的一名贤士 陈明泽没有死这件事 朝廷当然也听说了 这三年来 他们一直在寻找陈明泽 可一直没有找到 如今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陈明泽和温先生将计就计 把钱来刺杀他的两个刺客抓住 与此同时 宫中也正经历着一场腥风血雨 当朝的众臣早就不满诸军人的统治 都纷纷倒戈 把暴君推上了断头台 温先生和四方大将军护送太子回宫 他就登基做了皇帝 普天同庆 百姓欢呼鼓舞 陈明泽做了皇帝之后 就带着大队人马来到马家 册封马兰花为皇后 从此母仪天下 马兰花觉得这一切 就像是一场梦一样 太不可思议了 马园外河流氏母女 看到马兰花居然被封为皇后 并得知皇帝就是马兰花 从火海里背出的人时 比看到马兰花容颜的改变更加吃惊 几人差点下滩 归在地上磕头如捣蒜 马兰花如今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要杀死刘氏他们 比踩死一只蚂蚁都简单 但他并没有那么做 而是给他们赐了美酒 马园外河流氏母女以为是毒酒 就吓得瘫倒在地 但又不能不喝 可他们喝下之后并没有死 一家人就跪在地上痛哭 感谢皇后的宽厚仁慈 对当初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 马兰花说道 你们都起来吧 希望你们以后好自为之 几人对马兰花犯下的罪 可以说碎尸万段都不过分 但马兰花宅心仁厚 没有惩罚他们 可天有不测风云 一个月后的一场大风 刮倒了马家院里的一棵百年大树 几人都被大树砸死了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恶有恶报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